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爱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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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 爱是一样的 爱是一样的 青春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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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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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的 一样的 青春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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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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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 丁薛祥副总理 各位领导 各位嘉宾 大学生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今天 我们在北京大学 隆重举行 成都第三十一届 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 火炬传递 启动仪式 承载着奋斗青春 放飞梦想的火炬 将从这里开始传递 在此 我仅代表组委会 向支持和参与 成都大议会的 国内外各界朋友 表示衷心的感谢 向参加启动仪式的 各位领导和嘉宾 表示热烈的欢迎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本次活动 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批准了活动方案 薛祥副总理出席活动 让我们备受鼓舞 首先 请允许我介绍 出席今天活动的领导和嘉宾 他们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 丁薛祥先生 国务院副名称长孟阳先生 国教育部部长 成都大议会组委会主席 怀进鹏先生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 成都大议会组委会主席 高志丹先生 外交部部部长 外交部副部长 马昭旭先生 中共四川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晓辉先生 国际奥委会委员 中国奥委会副主席 丁再青先生 北京大学党委员 国际大体联代表 赵金女士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 中国大体协主席 成都大议会组委会副主席 郝平先生 出席活动的还有 成都大议会组委会 有关成员单位的负责同志 北京市 黑龙江省 广东省 重庆市 四川省有关负责同志 北京大学 及相关高校的负责同志 以及火炬手 运动员 志愿者代表 和新闻媒体的朋友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向各位领导和嘉宾 表示欢迎 现在 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旗 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 会席入场仪式 请全体起立 再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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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现在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将法民族投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就发愁最后的捧手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平心 放着地理逃脱前进 放着地理逃脱前进 前进 前进 现在奏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会歌 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请坐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有请教育部部长 成都大营会组委会主席 怀敬彭先生致辞 尊敬的薛祥副总理 各位来宾 老师们 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们相聚在北京大学 隆重举行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 火炬传递启动仪式 首先 我代表成都大营会主委会 对各位嘉宾和朋友们 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不仅是全球青年的体育盛会 更是文化互建的重要平台 成都大营会是党的二十大后 我国举办的首个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 是我国在取得疫情防控 重大决定性胜利后的首场重大国际赛事 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之际的一场 青春盛会 为世界青年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 追求梦想的共享平台 习近平总书记对大运会高度重视 亲自批准 亲自关怀 做出重要指示批示 为成都大运会筹拜工作 提供了根本遵循 火炬传递 是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重要官方活动 是传播大运理念 弘扬大运精神的重要载体 火炬传递 奏响的是成都大运的序章 跑出的是中华民族的自信 点燃的是全球青年的梦想 成都大运会 火炬传递将突出大学生和青年主体 充分展示 充分展示自信 昂扬 开放 充满希望的新时代中国青年形象 充分体现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 和独特的巴蜀文化 让世界大学生和全球各界人士更加了解中国 向往中国 爱上中国 体育承载着国家民族强盛的梦想 青年是国家民族未来的希望 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测缘地 今天从这里开始 成都大运会火炬传递将串联起北京 海尔滨 深圳 重庆 宜宾与成都六座城市 八百名火炬手将共同传递青春与梦想之火 在中华大地绘制一幅新时代的壮丽青春画卷 女士们 先生们 朋友们 同学们 7月28日 成都大运会将正式拉开帷幕 在此我仅代表成都大运会主委会 诚挚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运动健儿来到中国 愿大家都能在成都 在中国成就梦想 最后 祝愿本次火炬传递活动 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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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代理主席雷诺埃德先生视频致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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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 These exceptional representatives from universities and other walks of life each serve as a model and benchmark of excellence. They will carry the torch with pride and passion, spreading the idea of striving youth, flying dreams to university students around the globe. Sports serve as a link between people across all cultures and is a catalyst for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friendship. The Fisu World University Games is not just a platform to showcase the competitive level of young promising athletes, but is also essential for fostering exchanges and integration among youth around the world. Young representatives from many countries and regions will deliver the powerful message of working together to create a brighter future for mankind as torchbearers of the Chengdu 2021 Fisu Games. Together, they symbolize the powerful force of collaboration for the betterment of our common shared future.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heartfelt gratitude to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of China, and especially to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the Chengdu 2021 Fisu Games. Their tireless efforts and hard work over the past 1000 and plus days and nights due to the two postponements, they had created significant challenges for them. Despite these difficulties,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has responded with remarkable efficiency and dedication, ensuring high-quality event preparations. We have every reason to believe that the Chengdu Fisu Games will be an exceptional event, marked by the organizers' extraordinary achievements and the attention to detail that they put in. I am thrilled to be able to see the dreams of many student-athletes finally come true in Chengdu. And in anticipation of the Fisu Games, I wish great success to this magnificent flame relay.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以及各位老师同学大家上午好 大运会不仅是竞技的舞台也是全世界青年交流的舞台 火炬是光明友谊希望拼搏精神的象征 火炬手就是传递大运精神的使者 今天大运火炬传递从北京大学出发 我们将把大运精神传递到每个角落 当大运会与中国梦交汇 作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 我们将把赛场内的大运精神延续至赛场外 融入到学习和工作中 在人生的赛跑道上奋斗奔跑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贡献自己的光和热 此刻我仅代表参与成都大运会全体火炬手 做出庄严承诺 我们交高情融火 迈步前行 传递大运精神 胜利完成光荣使命 谢谢大家 谢谢丁宁代表 现在有请国家体育总局局长 成都大运会组委会主席高志丹先生 向火炬手代表赠送火炬传递的纪念徽章 请何尹留念 谢谢志丹局长和丁宁代表 现在迎接火种入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有请中共四川省委书记 省人大唱会主任王晓辉先生 简然火盆种 打开 谢谢小慧书记 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丁薛贤先生 点燃成都大运会火炬 光荣emy 光荣ya 光荣 哇 sixte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宣布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火炬传递开始 谢谢丁薛祥副总理 谢谢黄墙省省 下面进入火炬传递环节 此刻炙热的大运之火已点燃全场热情 成都大运会火炬传递活动正式开始 第一棒火炬手是东京奥运会男子双冠冠军周静元 周静元目前也是一名在读的大学生 本节大运会他将代表中国大学生体育代表团 参加体操项目的比赛 第二棒火炬手杨玲 射击项目奥运冠军 曾经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和2000年悉尼奥运会 两次获得金牌 2001年北京大运会 杨玲曾担任赛会火炬传递的第一棒火炬手 成都大运会将是中国第四次举办大学生运动会 本次火炬传递也邀请了以往三届大运会的第一棒火炬手 参与到传递当中 第二棒火炬手 但是第三棒火炬手的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